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国成 欢迎收看今天的与众不同节目 台湾到底会不会是下一个乌克兰 这个首先我们当然不能否认 中国对台湾有领土野心 也直时刻刻表示 不放弃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这个共鸡烙台 这个大家每天新闻也经常可以看到 所以其实台湾的局势 从某个角度来讲 跟乌克兰是有非常接近的地方 但是这个大家也不必太过紧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美国 其实制定有台湾关系法 那这个台湾关系法 让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保障有所承诺 美国也再三的保证 当然我们不是说百分之百 就是靠美国 这个觉得有美国照 我们就高枕无忧 但是很清楚的就是 美国有定出台湾关系法 可是他没有乌克兰关系法 也就是说 美国其实对这两个地区 台湾跟乌克兰 他的这个概念 定位 战略设计 还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来讲 我是在这边 要跟各位观众朋友报告的 就是美国对这个区域的承诺 基于他整体的战略 亚太其他盟邦的信心 这一点是这个跟乌克兰是相当不同的 美国协防台湾一方面来讲 当然是台湾关系法 以及这个道德捍卫民主的这种基本价值 另外一方面来讲 美国如果不协助台湾 那这个很明显的 这个其他的国家 这个对美国的信心 日本韩国等等 可能会因此而丧失 这个站到中国那一边 这个是美国绝对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在欧洲我们刚才一再提到北约组织 也就是说美国在欧洲有北约组织 所以他不需要担心说 他没有支持乌克兰 就让其他的国家 全部倒到俄罗斯的阵营 因为有北约组织 这个基本架构在 所以这个台湾的局势 虽然现在看起来 这个中国也时时刻刻以武力威胁我们 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支持程度来讲的话 我想大家相对还是比较乐观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台湾 跟这个会不会美国现在 因为重视乌克兰 然后分散了他的这个注意力 让这个中共觉得 可以在这个时候 秤虚而入 有机可称 我刚才讲过了 现在来讲 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 还没有开战 所以现状就是还没有开战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美国也还不需要 投入太多的军力 在这个区域 那这个当然也就谈不上中共可以在这个时候 秤虚而入了 那当然如果说乌克兰跟俄罗斯真的发生冲突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 这个全面性的战争 目前看来可能性还不大 这个俄罗斯中央普京 也多的是方法 可以不用全面战争的方式 来达到他的这种政治跟外交目的 那如果全面战争 在欧洲 当然这个北约组织 不可能置身事外 这个美国在欧洲 也自然有他的一定的这种存有的力量 来应付这个地方的危机 那在印太 其实他本来就既有这个印太司令部 在印太有既有的这种防卫的体系 跟部署的军队 也就是说对美国来讲 欧洲是欧洲 印太是印太 他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的 实际上在冷战时期 一直到后来 他也同时就有协防两个区域的设计 所以如果乌克兰的局势真的走到这个不可收拾 其实美国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日本 在韩国 这个在关岛等地的部队 其实还是这个继续在这边维持高度的战备 这个不会这个骤然调往这个欧洲 实际上来讲 因为美国已经讲过 他不会出兵乌克兰 所以当然也就没有说要出兵到乌克兰的问题 而是他会用北约组织的力量 用其他的方式来协助乌克兰防卫 因此在亚太这个地方变动不会大 变动不会大的话 当然中共是不是会这个时候乘居而入 我想这个其实就北京方面 当然会有他理智的盘算 实际上来讲 这个中共方面 也一直强调所谓的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这个他这个跟台湾 也还是有非常绵密的经贸关系 从习近平几次的谈话 还是强调说要以和平解决 所谓台湾问题为优先 那如果说真的骤然采用这个武力 他就是一个破坏现状的这个侵略者 目前看来这个中国 也还有许多这个和平统一的 这种招数跟策略 不会贸然承认说和平统一 已经毫无希望 因为那就等于承认 他过去政策是失败的 这个对习近平来讲 是一个比台湾问题 更大的政治问题 就是承认他过去是失败的 我想这个是不会的 所以目前来讲乌克兰情势 虽然紧张 反映到我们台湾 我想我们观众朋友 还是可以基本上比较放心 不需要过于恐慌的 以上是我们今天 与众不同的内容 感谢收看再会 哈喽大家好 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 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 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